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第136期的亚当球鞋 我是你们的亚当 随着篮球这项运动现在是越来越风靡 那不管男孩子还是女孩子 不管多大岁数都开始参与到这项运动当中来 而且随着大家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所有打篮球的朋友们都会购买一双自己喜欢的篮球鞋来进行打球 那不像我们小的时候穿个人字托也会在篮球场上打球 一个变相脚上直接扫一层皮 回头看一看曾经真的不能不为我们国家的飞速发展 而感到自豪与骄傲 而这也让篮球鞋市场从原来的肉骨头变成了现在的花肉肥的溜油 各大品牌都对着篮球鞋市场垂涎欲滴 而抛开那些国际品牌不说 你问我哪一个品牌最会割韭菜的话 曾经我可能会觉得是黎明 而现在我觉得361度才是韭菜之王 一双AG2代能够割你四次 你不服不行 从最初品牌方称为Sample的首发版本 到后来出现的冰糕以及其他配色 再到现在的AG2X 这样看来其实AG2X还是真正AG2的正式版 而其他两个版本都是Sample 而这一双AG2X在哪一些方面有所改进呢 在实战方面又是否会有质的飞跃呢 欢迎收看本期的亚当球鞋 我是亚当 本期节目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 请不吝点赞助播出 请不吝点赞助播出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双鞋跟之前的普通版本有哪一些不同 大底 中底 鞋面 鸡蛋系统 这几样在肉眼上看上去是除了配色上的区别之外没有任何的分别 那在外观上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中底的这一块被命名为E的TPU抗扭片 而这一块TPU片在功能性方面的提升其实并不是很大 起码我是感受不到的 之前普通版本上的AG2在中底的抗扭性以及支撑性方面已经做的挺不错的 而在这一个E的下方又有一块PBX的弹射片 但是其实我并不觉得它能起到任何的作用 大家也可以看到球鞋前掌的弯折点其实还是非常合理的 但是它的所谓的弹射片却没有延伸至这一个位置 导致它并没有起到任何弹射的作用 并且在穿着它实战的时候也的确是这样 并没有什么弹射的感觉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之前测试的这一双匡威的BB件 大家可以看到它在前掌的这个刚性是非常非常强的 根本就是用手掰不弯它的 那穿它的话的确是可以起到这一种弹射的作用的 当然像AG2X这样的设计也有着它的好处 这样的设计对于穿着这一双鞋的球员其实要求并没有那么高 对于球员的下指力量要求会比较低 穿它实战其实并没有什么门槛 而除了这一方面的改变之外 另一个比较大的改变就是在它的中底缓震材料上 在后掌的Pickform说是再一次进行了调教 不过在上一版的AG2上面就是那一个正式版 其实在后掌的缓震方面其实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 缓震的表现非常不错 缓震的极限以及缓震的力度都是OK的 那这一双AG2X在后掌的表现也依旧是非常优秀的 那如果你需要比较优秀的缓震的话 正式版本的AG2或者这一双AG2X你都是可以选择的 而在前掌从之前的Neoform改成了现在的这个NRX 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多啊 那在前掌的反馈比之前的AG2普通版会更优秀一些 反应性会更好一点 那如果你喜欢突破 这双AG2X是现在出来的AG2当中最优秀的一款 而AG2Icon的话我暂时也是不知道 不过它的中底应该是跟这双AG2X是一样的 到时候我应该不会再下单了 我真的不想被割四次就踩 而其实这双鞋身上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它的鞋楦 号称使用了跟AG1 Pro同样的鞋楦 那AG1 Pro大家也都知道 这双鞋我是非常喜欢的 在2021年的年度榜单里面我也提到了它 的确这双鞋的前掌包裹相较于前面两个版本的确有所提升 球鞋的整体包裹是非常优秀的 而AG1 Pro大家也都知道 如果脚型偏宽的话 球鞋前掌的大底橡胶上翻会有明显的各脚情况 而在这双鞋身上虽然没有出现各脚的情况 但是它有着另外的一个情况出现 你穿这双鞋实战的时候 你的前掌外侧会明显的感觉到 是踩在这一个中底的抗扭结构上面的 穿着时间久了会有非常明显的不适感 而如果你的脚型比较偏宽 我相信这一双鞋依旧会给你带来前掌各脚的不适感 所以如果你的脚型偏宽的话 这一双鞋依旧是不适合你的 你还是放弃选择这一双鞋吧 而在鞋面方面 它也是有着提升的 其实在材质方面并没有多大的变化 不管是普通版本还是这一双AG2X 在鞋面的强度方面表现都没有问题 而最大的变化在于球鞋脚踝处的 这一个环抱式的设计 但是其实它也只是外观上面的一点变化而已 它在实际的包裹方面提升并不多 因为原来的AG2在脚踝包裹方面就没有出现过问题 并不会出现什么不跟脚的情况 所以这一个也只是一个噱头罢了 那这一双鞋跟AG2的区别也基本上就只有这些了 我应该介绍的也比较全面了 而AG2和AG2X究竟应该怎么选 我觉得随意 因为它俩在实战方面真的差别不大 AG2 Sample AG2 AG2 AG2X 再加上后面要推出的AG2 Icon 一个鞋款搁你四次韭菜 真的是丧心病狂 那为什么说它是韭菜之王呢 因为这四款鞋啊 除了之前的Sample版本的AG2之外 我觉得其他几个版本实战方面都是差不多的 包括后面要出来的AG2 Icon 当然这也只是我自己的猜想罢了 那我自己也是希望我能够被狠狠地打脸的 希望它在实战方面真的能够有所变化 那这双鞋我依旧不会给出我的评分 因为我对于它真的其实怨气还是挺大的 要我做到公平公正地给它打分 我真的做不到 好吧 那如果你问我是否有适配它的人群呢 那肯定是有的 那如果你曾经是詹姆斯球鞋的粉丝 那这双鞋依旧会是你喜欢的类型 缓震极限非常高 整体的强度也是够用的 但是总体的重心偏高 那如果你不在乎球鞋的场地感 重量或者是灵活性 那这一双鞋你可以选择它 它依旧是一双比较不错的 偏内线打法球员可以选择的实战鞋 那如果你想要购买这一双鞋的话 在尺码的选择方面 我平时耐克穿42.5 李宁穿42 这双鞋我选择42码是非常合适的 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 但是宽脚一定是胜选了 OK这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 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 我是亚当 那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 希望你可以关注我 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 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大家有空来做 Peace